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3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 香港時間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研究 這個叫做震驚全世界 震驚全香港 的荷里活國際大都會事件 避免黃標 所以 我們也是會用大都會來形容這件事 和四哥鬥苗差不多 應該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知道解甚麼 也提回大家 明天就是6月4日 六四 是34週年 34週年 我們也會繼續出席 相關的集會 我們也奉勸各位 出席這些場合 記得 增加保安 我們這一節也會跟大家 大談這個軍事環節 當然我們昨天 對於這個案件 的內容 是剛剛突發的 當然 不可能 是知道現在警方公佈的這件事的版本 我一定是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的 因為這個是不是真相 根本還沒有人知道 是警方 根據他的需要 而作出公佈的版本 對於我昨天的評論 其實 也沒有甚麼重大改變 因為 基本上任何時刻 留意有沒有被人跟蹤 一眼觀測 本身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這個荷里活事件裏面 其實是有一個是無名英雄 當很多討論 在說現場發生斬人 居然沒有人幫忙的時候 其實原來當時 就是有人直接 跑去現場 不單止是打算幫忙 是真真正正 是衝到前線 是真的有動手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討論這件事 再來一個 是叫做錦浪 我們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也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在發生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的事件裏面 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 可能問自己 到底發生這樣的事情 到底是會幫忙 還是應該會逃亡 坦白說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要視乎整個環境而定 因為實在是 太短時間 你在現場確認發生事件 可能在一分鐘之內 根本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也不知道 到底一個遲刀的兇徒 到底 是進行無差別殺人 還是 特定 的復仇對象 他要殺死 你是沒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判斷 絕大多數人應該都反應不及 這個是事實 所以為甚麼跟大家說 更加要接受 足夠的訓練 訓練不是教你徒手制服一把刀 沒有人這樣說過 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我們其實在2019年 也嘗試過進行 相關的訓練 當然我們用的是膠刀 我們事實上發現 絕大多數根本沒有接受過 格鬥訓練的人 要去 徒手制服一個拿刀的人 是極度困難的事 就算受過訓練 也是非常非常危險 我們當時做這個訓練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 香港就是發生 親建制的藍絲 用刀去襲擊 香港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大家才研究 到底如果遇到刀手 應該怎樣 去應對 事實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好了 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當時荷里活廣場 有人大叫 有人砍人 這是一個64歲 的酒樓廚師 他聽到 在外面竟然有人用刀 砍人 他就是衝了出去 外面 看了一望 看到有人 用刀 插人 即是他看到當時的疑兇 正在對死者施襲 當時的走廊 的人是四散 坦白說 我認為普通人 真的應該首先照顧了自己 然後再看看現場 發生甚麼事 然後再看看怎樣去幫忙 就算在戰場上面是一樣的 不是有隊友中槍 就立即飛撲過去 這個是錯誤的程序 因為如果有隊友中槍 誰衝過去救 其實接下來 射擊你的人 就是會等所有過去救的人 進行攻擊 所以大家也不要搞錯 不是說受了軍事訓練 就代表有同伴受傷 第一時間飛撲過去 這件事是錯誤的 我們說回荷里活廣場 荷里活廣場裏面 你能夠拿到似仰 的物品跟對方對抗 是很困難的事 我們說回廚師的情況 廚師 就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也看到兇徒繼續在行空 於是衝進去酒樓 拿了兩張圓燈 衝上前 預備要制止 兇徒繼續動手 坦白說 他的行為 是相當之勇猛 他也正好 做齊了我們所說的事情 即是留意現場的情況 例如到底 兇徒有多少人 兇徒是不是只有一個人 兇徒在拿甚麼武器 全部你都需要 在短時間 十幾二十秒之內 要做出判斷 然後做出反應 即使 你已經是行軍打仗 又或者你已經是紀律部隊 你的同伴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也是需要立即判斷 到底對方 有多少人 在拿甚麼武器 說回廚師 這個廚師 今年已經是64歲 他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建議勇為 立即拿著兩張長椅子 他真的上前 是去 用椅子攻擊 那個人是刀手 幸好這個刀手 雖然現在報稱是跟精神病有關 但是 其實 到底兇手 鎖定甚麼人是攻擊目標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 就算是今天 香港警察跟你 開記照跟你說 說他有精神病 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 他當時 是鎖定了一個受害者 還是所有人都會成為攻擊對象 所以 其實當時這位廚師 就是覺得你再不去制止這個刀手的話 這個刀手可能會不斷殺人 我們大家還記得 在很多地方也發生過類似的事 在台北也發生過 在中國內地就更多 如果所有人 只是掛著逃跑 雖然我的意思是叫你先照顧好自己 但是我正在說 是說 你一穩定了自己 的情況 你就要去觀察 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到手 我正在說的先照顧自己 不是叫你跑那麼遠 看也不看 你應該先 去暫時 離開一個危險的環境 即是地獄 保持距離 然後 看看發生甚麼事 再看看有沒有可以幫的地方 發生過很多這樣的案件 拿著這個利器 周圍殺人的人 由於是缺乏 制止他的人 所以 如果是無差別襲擊 可以在現場殺死很多人 也沒有人制止 所以這件事也是相當之 可怕 如果不是有人建議勇為去制止 你也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當時的兇手會不會繼續去殺 其他無辜的人 所以這位 廚師 就是鼓起十足勇氣 拿著兩張長椅子 衝上前 打疑兇 他的行為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十分英勇 他更加 並沒有接受過任何訓練 並沒有習武 並沒有軍閥 但是他的判斷非常之正確 其實兩張長椅子 是絕對可以克制到一把刀 當然 我們現在討論的 你不要跟我說風險問題 所有東西都有風險 把手槍也一樣有風險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防暴隊 還有警察如果接到 報案的現場說對方持有利刀 一定有一種裝備會出現 那個就叫做長盾 其實長盾 是一個非常之刻制 利刀 的工具 正好 其實把圓椅子 跟一個盾牌是很相似的 其實 首先是夠長 夠硬 金屬 絕對是對一個利刀來說 是非常之有用 不信大家應該自己練習一下 拿把膠刀試試 膠刀碰到 你的練習對手就當你贏 如果對方拿著兩張 摺椅子 兩張圓椅子 其實你會碰到 成功的機會是大減 你被他的椅子打倒 打掉你的刀 的機會是大增 所以 大家都知道 平時不能夠大武器 但是 廚師的行動正好告訴你 其實你絕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制服他 最低限度 制止他繼續殺下一個人 如果根據警方 現在公佈的版本 其實這件事更加恐怖 你更加不知道到底其實這個兇手還會在現場 如果沒有人制止 他還會不會殺其他人 他會不會 忽然之間鎖定其他 的人是他的殺父仇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請大家真的不要迴避這個問題 軍事常識 接受訓練 是日常生活都必須 還有一個討論 如果你是第一個 被攻擊的人 你會怎麼做呢 其實答案 真的沒有答案 是因為 假如這件事 如果真的按照現在的版本 根本不知道這個人 是會無差別攻擊的話 其實 你根本真的是難以防範 但是同伴 戰友 以及裝備 就是每一件事 都能夠增加 你生存的機會 當然一眼關七 都已經說了很多次 任何人走到自己身邊 本身都要留意 因為如果 第一刀 沒有立即中招 其實你就有足夠 的體能 可能是反抗和逃跑 然後有人可能會說 不是啊 他真的是 走到你身邊 走到商場 忽然之間有人拔刀斬日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說 如果你說站在軍事角度來說 其實本身 去人多擠迫的地方 就是非常之危險的 你留意一下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 亦都很怕 有人走到自己身邊 你看看香港警察 更加不要說發生了這個 梁建輝烈士的事件 他們是非常之害怕 有人走到自己身邊 我正在說的 就是這種境界 大家又知道 其實就算你拿著配槍 其實如果你對著一個拿刀的兇徒 你中間最少 是要預留5至6米 是最基本最基本 最少的距離 因為已經做過很多測試 就算你拿著槍 如果你拿著刀的人中間沒有最少5至6米的話 對方的刀會先斬到你 如果你有同伴 你有同伴 同一時間增加了兩個好處 你再想一下 剛才所說 本身你有境界 你可能有武器 你能夠避開第一刀 如果你有同伴的情況會怎樣呢 對於行兇的人來說 就變得更加困難 因為很簡單 同伴會給反應 同伴跟兇手之間的距離 是一個三角形關係 即是說行兇的人 近你的話 就會跟你的同伴 距離拉開了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軍事的常識 其實很少 軍隊 會兩個人完全重疊站在一起 因為如果中槍就一起中 通常他們會分隔開一點距離 原因也當然是避免一起中彈 因為 如果被子彈射中的話 其實你的同伴是擋不了子彈的 子彈會射穿 所以 要說足足可以再開 另開兩三節講軍事環節 這次當是小錦樂 大家記得 不要只是掛著走過去 其實 是立即 觀察現場 當然最初的時候 四散的時候 要保持一個距離 保障自己安全 其實店舖的職員 立即把店舖到門關上 尤其是透明玻璃 然後隔著對峙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 拿刀的兇徒 就是不能夠進入 其他建築物的間隔 例如到門 臨門 大家不要小看 是非常之 對刀 有克制作用的東西 今天要討論的可能性 就多到討論不了 我們留在 在這個學院裏面再說 當然教的也不是我 我們今節跟大家 暫時討論到這裏 這位64歲的廚師 贏得我 對他非常之大的尊重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成功 不少 我們要做的